十散在岁月的灯后 一字一句又曾形容 黑夜尽头 如果有成就 你的眼眸 就是自由 风断了断了勾了 输的轮廓 火烧了灭了脚 里烙印着我 能寻寻觅觅觅 谁隐隐身有光 而我早已戒绕 你一眼看破 风断了乱了火 一般的寂寞 火烧了灭了灯 心冰冷如昨 别分分合合 谁对谁有错 而你早已 尽求我记忆打破 太子哥哥 你怎么还有心情 在这太爷持闲逛 你可知奉剑姐姐的爹爹 被害死了 奉剑姐姐有多伤心 盈儿 你这冒冒失失的毛病 总是不改 你谈谈皇族的广玉公主 整天这样成何体统 你不关心奉剑姐姐 反倒责备起盈儿来了 司徒奉剑三番五次的 污蔑上师 自然不用关心 皇兄 还有 盈儿 你身为公主 也需要与那些来路不明的人 保持一定距离 尤其是那个昊月 昊月才不是来路不明的人 太子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自从那个上师来了以后 你就变了一个人 大胆 上师岂是你能随便污蔑的 原本就是如此 那个上师根本就是个骇人精 放肆 太子哥哥 你被迷了心智 你再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太子哥哥了 太子哥哥 以前 你说过要多充时间陪盈儿的 和盈儿一起玩 陪盈儿一块用衫 难道这些 你都忘了吗 太子哥哥 孤海有正事尚未处理完 你自己回寒陵宫用晚膳吧 你再也不是我喜欢的太子哥哥了 但凡重要点击 通常都会有悲怒 只是这一宝库内的典藏太多 不知究竟该从何处找起 凤剑 凤剑 你别怕 是我 陆青 你怎么会在这儿 依你的性子 我早就猜到你一定会回来 但是我怕打草惊蛇 让其他人知道 所以 我最近一直留在这里寻宴 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现在 看到你无恙 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 骆青 只是 我还没有找到职人凶手的铁证 杀害我爹的真凶 他 是帝云 他不光害了李大人 明日 还要执掌太史局证监一职 真是气杀人也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啊 凤剑 皇上已经下职 捉帝云接替太史局证监一职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凤剑 这个 是我在整理李大人遗物的时候 发现的 我知道过几日便是你的生辰 或许 这是李大人为你准备的礼物 嗯 爹爹 陆青 谢谢你 我不是让你看紧他的吗 我只不过在镜楼待了一晚 他就不见了 要是出事可怎么办 师父您息怒 我刚刚就是太累了休息了一会儿 谁知道师娘会失踪的 他能去哪儿啊 他一定是去了太史局 我去找他 不必了 师娘 凤剑 你去哪儿了 师娘 您可算回来了 他 说 你们为何瞒着我 不是 师娘 您先别发火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怕您生气冲动吗 冲动是魔鬼 够了 太史局是我爹一生的心血 我怎么可能把它交给帝云呢 明日就算血剑当场 我也绝不能苟且偷生 是的 我知道 师娘您先别生 冯剑 这簪子是哪儿来的 这与你无关 明日我不准你去 我非去不可 师娘 师父 师父 你们去哪儿了 师父 我怎么办呢 儿子 我的儿子 事情进展得如何 我已经将最致命的武器 放到了仲天身边 他的毁灭 指日可待 不愧是我一族未来的王 也不枉我一帆的苦心 我族 很快就能从撕裂的通道 进入地球 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炎镜 你可找到了他的下落吗 不知为何 炎镜突然失踪 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七宗机 炎镜突然失踪 我不许你在此身上出现任何的差池 否则 你该明白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你用不着来威胁我 我所做的遗弃 不过是为了尚轩 你若敢动他 大不了我们御势俱焚 请问 仲天 明日我要让你自投罗网 我 对 冯荆 对不起 是时候会给温帝云做个了结了 好好活着 此案本官记得 死者是东宫的首位赵亮 半个月之前 被清理河道的宫人 发现死于太叶池 当时已经仔细查验过 没有丝毫伤害 可半个月过去了 胸前的伤口 却渐渐血露出来 这是为何 大人所言正是 这就是本案最奇怪的地方 当时赵亮被送来时 尸体完好 没有一丝外伤 之所以被送来大理寺 是因为他死在宫里 并且死因不明 需要调查 原本尸体被停放在驿庄 只等了家人过来埋葬 可谁承想 昨天夜里 尸体突发异状 胸前竟多出这么多伤痕来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死因是为何 死者心脉断裂 是用力撕扯 震动所致 至于是何种力量造成的 却难以定了 心脉均已断裂 可身上却没有一点外伤 这绝非人力所为啊 大人 心脉断裂 毫无外伤 悲之所想 与大人不谋而合 本官只知道 这天底下 没有如此巧合的两件事 阿仲天 许天 你在哪儿啊 中天 你在哪儿 中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帝大人 恭喜了 快来接旨吧 帝大人 圣旨可是要跪接的 跪接 正是 我要是不跪呢 这 布公公 帝证监 太史局的证监向来乃修道之人 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之中 我看这跪拜就免了吧 陪大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啊 多谢 姑娘家稳当点啊 不可乱来 不可乱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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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帝 帝云 太史局证监这个位置 还轮不到你这个杀人凶手来做 来人 抓住仲天 是 帝云 你若有担当 就直接下来与我较量 如今的你 还有一丝神域的尊严吗 自不量力 昊同僚 快去将贼人拿下 昊玥 还愣着干什么 上 爹 爹 你别去啊 爹 陆青 我看你今天非常骨快 我 我只是担心爹爹您的安危啊 爹 胡闹 让开 昊玥 对不起了 昊玥 我看你是疯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亲手提拔那一家 居然背叛了我 你怎么敢 杜公公 我先护送您离开这儿吧 好 跟我走 杜公裴少监 你想干什么 裴少监干嘛这么大烦呀 我只是觉得此处太过危险了 我理由护送二位回去才是啊 如此甚好 甚好 甚好 我们走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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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让开 仲天 我命你束手就擒 不要再顽固抵抗下去 就怪我对你不客气 今日 无人能拦住我 不要命的 就来吧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扫把星 干什么来了 大理寺到此办案 主言之 已经来晚了 仲天他已经逃了 我要抓的 不是仲天 帝云在哪 快走啊 杜公公 慢 慢点 裴少姐 慢点 我半条老命都快跑没了 你说 这 这荒郊野岭的 咱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这是条小路 是巨宫里最快的路 我们赶紧走啊 赶紧向二声禀报 不 不行 走 杜公公 不行 实在是不行了 我得 我得歇会儿 杜公公 歇会儿 咱们赶紧走吧 不行了 这里人既罕至 毕竟无声 可不知 会不会有猛兽 扑出来伤人呢 你想干什么 你们一个是 左京无畏大将军的女儿 未来的太子卫 一个是当今圣上面前的 红人宫里有名的大总管 我在想 如果你们两个 有个三长两短 那这笔账 够不够让仲天来偿命啊 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众天 你就别强撑了 你早就被灭神挤上了根本 死到临头 居然还敢强行使用神力 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就算是死 我要拉你一起走 众天 你真是想多了 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 有一位老朋友 已经等你许久了 本官已经亲自查证过了 这个东宫死去的侍卫啊 和国师李淳风的死因 完全一致 全是被人针断心脉 绞碎内脏而死 而且呢 没有丝毫的外伤 尸体不服 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色的伤口才会显露出来 本官认为啊 这两桩案件 实在是匪夷所思 诡异至今 所以我们大理寺 必须撤查 凶手就是帝云 我早就说过了 他就是妖人 你们不信哪 昊玥 住口 我拿下 是 去帮我师父抓住凶手 真想才能打白 走 你们几个 给我好好搜搜这太史局 是 走 你知不知道 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 且不说 你到底有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可以证明自己的判断 哼 我只劝你一句 一个小小的帝云 其实不算什么 对于你来说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你想清楚的 不过 不过 帝云的背后 可是太子在撑摇 牵一发动全身 裴大人 下官理解的 有道理吧 哼 言少气盛 早晚自会前程 好 本官哪 还是知道轻重的 但我明白一个道理 有些事啊 是不能深究的 可有些人呢 也不能枉死 是 既然楚大人是个明白人 老夫也就不多说了 裴大人 我们已在后院 发现几个人的足迹 仲天等人往小道上去了 仲天 杜公公 追 是 仲天 为了尚轩苏醒 拿命来 来 走 是 走 晴儿 晴儿 晴儿你怎么了 他们不是人 晴儿 你哪儿不舒服 他们不是人 你说呀 都不是人 晴儿 晴儿 他们不是人 晴儿 有爹在 什么都不怕 你说 北少监 仲天和帝云在哪儿啊 我怕发生的一切 都告诉你们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闺女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耍什么脾气呀 说呀 好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牵连太子 杀死国师的人 是帝云 这一切的元凶 都是帝云 你确定吗 是我亲眼所见 也是帝云 亲口所说 来 居然是你 杀了他 躺毙当车 自不量力 仲天 你真是愚蠢至极 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死到临头 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 你 我送你的礼物 你果然收到了 还记得千妹是怎么死的吗 是你 你把赞子给了封剑 你这就要做什么 你 mini 你是什么人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这一切都是仲天的安排 你安心留在这里就好 这里很安全 皇城去雪原路途遥远 就算是骑马 少说也要十天半个月 仲天是如何做到 在皇城和雪原之间 来去自如的 少安勿躁 你无需担心仲天的事 仲天身上带着烧 我眼见他日渐衰弱 如今他又下落不明 你让我如何不着急啊 你 你居然能化成人形 你到底是神仙还是妖怪 我不能离开这朵花 它是我能量的来源 能量 难道你是仲天的族人 我看你如此关心仲天 你 可想看看他的家乡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不过是记忆罢了 昊月化成雍和仲天 我们武神尽尽全力放手应付 来上轩争取时间 那不是帝云吗 难道 他也是神域之人 仲天哥哥 我没什么可以回报你 唯一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 恐怕只有我这残存的神力 让我的每一道微风 抚平属于我们的一切痛苦 千分 千尾 千尾 能死在你的怀中 我此生无害 愿来生 你我还能再相见 愿我们之间 我们死在那儿 她给一个人 如果我们临会 我们一起死去 我们的友好 我们在心跳 我们的命之下 的命之下 我都会太多我 我们待遇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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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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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前辈 冲天 是你算算的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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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天 这些全部都是冲天的过去 是他的记忆吗 不 这并非冲天的记忆 是你的记忆 我的 这是我的记忆 嗯 这是我的记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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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告诉我 怎么样才可以救仲天 求求你告诉我 只有一个方法可行 但需要有人提供巨大的神智灵力 可代价实 此人轻则筋脉尽端 重则力竭二亡 让我来 只要能够救仲天 怎么样都可以 你不是说过 你不是说过 仲天就是神域的希望吗 仲天要是死了 神域可怎么办呢 让我来 啊 啊 那就借你灵力一用 打通空间 注重天一臂之力 啊 我 帝云 你当真要杀了我 你忘了我们当年同为神域七神了吗 啊 神域可以没有我 但绝不能没有尚轩 他死凡必关 我心中始终不安 担心他会 不 他不会的 他是众神之主 就算所有人都归于虚无了 他也不会 杀了他 杀了他 啊 仲天 别怪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尚轩 啊 尚轩是众神之主 他不能死 只有他活着 神域才有希望 啊 为尚轩而死 也算死得其所 也算死得其所 前辈 啊 仲天 仲天 不 不可能 快动手 我找到仲天了 今天就算你们二人合力 也难逃一死 咱们一个也别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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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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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田 你也真是可怜 无论多少次时空转换 你都要眼睁睁看着 自己心爱的女人 死在自己怀里 你欠她的 生生世事都还不清 怎么样 失去心爱女人的滋味 不好受吗 仲天 我知道了 你所有的过去 我全部都看见了 前辈说过 风可以治愈一切 我要你好好活着 为了所爱 好好活下去 不 风剑 这一次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同胜共死 绝不可以再丢下彼此 念神戟留下的伤 我已经替你治愈了 我已经在明天 你治愈了 你治愈了 那什么匪处 你治愈了 我治愈了 你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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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治愈了 你治愈了 你治愈了 我治愈了 你治愈了 放开我 仲天 奉剑 你们安心走吧 数万年来 我遥望神域许久 纵然无法再回到梦中家乡 也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神域子民 放开我 走吧 不 放开我 你们这样会害死尚轩的 我先走 好 可惡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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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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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